用心生活,用爱烹饪,大家好,我是小五 生煎包是咱们最常吃到的一种早餐 但是做起来很容易里面加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技巧 面粉中加入白糖,酵母,泡打粉,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温水,开始和面 要想生煎包底部焦脆,咱们和面这一步十分重要 加入泡打粉能让面粉更加的蓬松 咱们吃起来底部就会变得焦,脆,香 和好的面,咱们直接放起来发酵半个小时 面团做好之后,咱们做一下馅料 首先咱们把芹菜切成小段,给它斩碎 肉切碎 姜菜切碎 加入香菜能让我们吃起来口感更香 然后加盐,鸡精,味精,蚝油 少许香油,还有白糖 后加入胡椒粉,搅拌均匀,和成馅料 拌好的馅料,咱们最好不要立马使用 隔个15分钟后再使用,味道会更好 面发好之后,咱们直接放到案板上,给它揉至排气 这里咱们要注意一下,揉面决定了包子发的好坏 面团揉好,搓成长条,咱们下出大小一样的剂子 擀皮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咱们擀生煎包的面皮 一定要中间厚,边缘薄 这样咱们煎包子的时候,就不会掉底 面皮做好之后,咱们直接把馅料包上就可以了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在包包子的时候,上面尽量留的少一些 不要太厚,不然咱们煎生煎包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上面有点夹生的问题 做好的包子,先发酵15分钟,再放到锅里面 包子下锅之前,咱们在下面加入一点点油,给它滑一下底 加水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不要加的太多 水量太多的话,咱们后面煎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包子底煎破 锅里还有一点水的时候,咱们打开盖 加上一点油,然后咱们把底部给它煎焦就可以了 底部上色均匀后,咱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在家制作生煎包的时候,主要注意三个方面就可以了 和面的时候,面团稍微软一些,不要太硬 做好的包子一定要稍微发一下面,加水要适量,不要多 好了,咱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